A组的决赛 这是争夺关亚继军的比赛 开赛最内道的是中国的周扬 那么周扬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的系列赛 包括世界赛当中我们都见过他 47号是来自韩国的杨西云 46号是来自韩国的名将陈善友 4号是加拿大的阿曼达 周扬在最内道 那么在昨天的女子1000米的比赛 因为这次世界杯的日本神户战呢 女子1000米设有两次比赛 就两天都要进行一次 在昨天的1000米的这个决赛当中呢 中国的王蒙和赵楠楠都进入到了决赛 那么在决赛当中呢和韩国形成2打2的局面 但是非常遗憾 王蒙的成绩为能够延续哈尔滨战的这种胜利 最终呢是韩国当时的朴生智获得了冠军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次1000米的决赛 周扬一个人要力拼两名韩国的选手和一个加拿大的选手 现在阿曼达排在第一 杜杨在第二 还有四圈 现在周扬开始发力加速了 想从外道进行超越 好的很漂亮 哎呀非常可惜 这个从弯道切入直道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往切线方向的向外的甩力 所以选手在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难以把握的 周扬摔出了赛道 现在两名韩国的选手呢就排在了第一和第二 最终是陈善友获得了冠军 他的同伴47号杨西云获得第二 阿曼达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获得第三 中国的周扬非常的遗憾 其实已经完成了超越 但重心没有把握好 因为我们讲的在从弯道进入直道的时候 因为从圆道直线 他有一个顺着圆的圆周往外切的甩力 所以选手在这个点上呢很难把握 加速过猛的话就容易重心靠外 非常遗憾 最终是来自韩国的陈善友 撤先冲过了终点线 一分三十六秒二六八 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 杨西云是一分三十六秒二九三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男子 但是一分三十六秒三